可怜吴定河边谷,尤世春归梦中人唐代诗人陈陶只用一句诗就写进了战争的残酷和悲凉,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大量的士兵死亡,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一个个家庭也在瞬间支离破碎,更让那些士兵家人伤心的事,他们甚至连亲人的遗体都很难见不到。 因为阵亡士兵的遗体很可能被遗弃在战场上,那么古代战争结束后战死士兵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呢?史书上多次出现的金冠又有着怎样的含义? 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古代除了攻城战外,战争一般都会远离城市,所以将战死士兵带回家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因此就地处理成为了最现实的解决方法。 中国人相信死者为大,认为入土为安是对死者的尊重,更何况大量尸体堆积而不处理,还可能产生瘟疫,这对周围的城市和人民是巨大危害,而就地处理的解决方法却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五种,金冠、掩埋、焚烧、无人收敛和自为残忍的吃掉,后四种方法都很好理解,而且在历史上也没少出现。 例如,白起坑杀四十万兆国战俘就属于掩埋的一种,焚烧的记录也曾有过,燕昭王十月裔带着六国联军围困齐国吉墨时,就曾把吉墨城外墓地里的尸体挖出来焚烧,这个损招也让吉墨人愤怒不已,想要出城和他们拼命,无人收敛而散落一地的情况也多次出现,杜甫冰车行,钟就描绘过这样的画面,军不见,青海投,古来百古无人收。 史书上也有过,阵亡敌军的尸体被当作获胜方粮食的记录,曹操曾在战争中缺粮,成郁就给他出主意将战死敌人的尸体当作军粮供应给士兵们。 可金冠却让不少人觉得疑惑,这究竟是怎样的解决方法呢? 很多人看到金冠这个词,可能脑海里率先想到的是京城繁荣昌盛的景冠,但事实上他是古代将领,为了夸耀战功的一种残忍手段,具体做法就是把敌方士兵的尸体聚集, 然后风土夯实后建成金字塔形的土堆,甚至还会在上面刻上战争时间和敌军阵亡人数。 根据史书的解释,竟是人工筑起的高大土丘,观世门雀,排芳的形状,从这个记载就不难看出其残忍程度,而有关金冠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597年,楚军大败禁军,楚臣潘党建议楚庄王收集敌军尸体,诸为金冠,这场战争就是奠定楚庄王春秋五霸位置的变支战,当时楚军利用禁军将帅不和的短板打败了禁军,面对着失衡遍野的情况,潘党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尽管楚庄王并未听从他的建议,但不难看出金冠这种处理士兵尸体的方法确实存在。 而且也是武将炫耀战功的方式,战国时期,燕国就非常喜欢驻金冠以震慑敌军,河北省一线燕夏都遗址城南就有着十几个金冠遗址,而这些金冠都是当初齐燕之战时用齐国人的头建立的,燕昭王二十八年,约翼带着六国联军共同进攻齐国,占领齐国七十城的同时也杀死了很多齐国的士兵,当时燕军以头颅计算军功,于是得胜回朝的燕军士兵就将带回来的齐军头, 头颅建造成金冠,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方式太过血腥和残暴。 战国时除了燕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很少这么做,秦朝和西汉也都没有驻京官的习惯,可到了西汉末年,往往篡汉后为了震慑各地反叛势力,成功镇压东郡太守翟翼的叛乱,将叛军士兵和家属残忍杀害,并且用他们的首级铸成了五处京官,未进南北朝时各国征伐不断, 很多势力为了彰显自己的强大,也会驻京官以震慑反叛者,司马懿曾在镇压辽东太守公孙渊的过程中,突进一城的大小官员和士兵,用七千人铸成金官,邓爱在攻破成都后为了彰显自己的军功。 竟然连魏国士兵的尸体都不放过,和蜀军尸体一起铸成金官,这样的行为使得同行士兵愤怒不已,纷纷向司马昭举报他的罪行,为他后来被司马昭斩杀埋下了隐患。 北魏道武帝拓跋归曾活捉五万后焰俘虏,他本想将这些人放走,却在大臣建议下将这些俘虏屠杀殆尽并制成金官,但当拓跋归亲眼见到由燕军尸体所著成的金官后,却被其残忍程度震惊到后悔不已,金官这样残忍的情况不止在我国出现过,其他国家也同样出现过类似残忍的尸体处理方式。 隋杨帝征伐高沟黎失败后,数以万计的随军士兵尸体被高沟黎的将军们铸成金官,以此证明他们不怕和中原王朝的对抗,蒙古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经常会击败敌人后再用屠城的方式杀进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金官这样凶残且能震慑敌人的方式也被他们带到了欧洲大地,公元1220年。 蒙古人在攻破花辣子摩首都撒马尔汗之后,就曾将城中除了妇女和工匠外的其他人全部杀死,然后用他们的头颅做成金官,那凶残又血腥的金官是什么时候被禁止? 并开始逐渐消失的呢,祝金官这种处理尸体的方式,一般在分裂时期较多出现,当国家统一太平时,这种方式就不再合适了,尤其对于那些求治世的帝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严肃治理住金官现象,贞官五年,他向全国各地发出命令,要求各地政府推平这些铸造的金官,并且好生掩埋尸骨。 诸州有金官处,无稳新旧,遗稀化靴,家土为坟,眼壁枯朽,物令暴露。 贞官十八年,李世民御驾亲征高沟里,一路索向披靡进攻顺利,遇到高沟里用隋军士兵尸体建造的金官时,他直接下令拆毁这些金官,将隋军将士们好好安葬,尽管之后的朝代中也有助金官以震慑叛乱,但不会再出现之前用几万人尸体助金官的情况,尤其是到了明朝,助金官的情况。 就很少出现,清朝则是彻底放弃了助金官,一方面他们处理尸体的方式更加直接且简单,不分敌我都就地掩埋,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血腥的尸体处理方式并不认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优待战俘政策越来越受到认可和效仿,助金官这种延续了千年的血腥陋习,也逐渐被抛弃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不过金官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却被传承下来,就是通过纪念碑的方式来纪念那些曾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们,在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经常发生战争,要么就是政权更迭,大大小小的势力相互讨伐,就比如三国时期,要么就是抵御外敌。 本国的军队抗衡其他民族或是国家的入侵,向宋朝对战辽国和金国,所以在封建王朝的时代极少有安定的日子,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打仗的路上,可既然是战争,那势必会有伤亡,而且一般情况下伤亡还是很大的,那古代人在打完仗之后是如何处理战场上的尸体的呢? 总不能就扔在那里放人不管,先不说污不污染环境,看着也不好看啊,而且还很慎人,肯定要及时处理,不过你想象不到古人使用的方法多么残忍,最后一种更是很恶心,单就是想想就让人作呕。 古代战场上只要有战争一结束,那遍地都是伤员和尸体,不过大部分的还是以尸体为主,能够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就算只是受伤,那面对千军万马,那也是想逃都没地方逃,不被敌军杀死,估计也得被踩踏致死。 所以我们所说尸横遍也可不是夸张,而是很多战争年代的写实,那对于这些尸体,肯定会有一方会进行清理,一来是为了下次继续作战,不能因为这些尸首影响对战场布局的掌控,二来就是清理战场,收集战力品,别看很多士兵都是贫苦出身。 但是身上肯定带着一些家传的宝物,亦或者是钱财,再不计肯定也有护身的器具,这些怎么说都是有一定价值的,正所谓不要白不要,那肯定得搜刮干净,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胜利的一方做这种事情,可在打扫战场的同时,他们也要出来敌我双方士兵的遗骸,那会采用什么办法呢? 对于胜利者而言,有些时候他们会收集这些尸体,堆积在自己的城池或是阵营中。 这样做肯定也是有理由的,看着这堆积如山的尸体,对于将领来说就是他们成功的一种表现,也是代表着他们取得胜利的标志,这会鼓舞士气,让己方战士越战越勇,而当尸体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不能继续存留,要不然腐烂会产生很大的臭味,极其难闻, 所以这时候就会派人点火焚烧干净,火烧无疑是最快的清理办法,不仅可以杀灭病菌,也可以省很多麻烦,即便到了现在也很是留下火葬的方式,殊不知在古代人们并不喜欢火葬,更多的是采用土葬的方式。 因为他们认为火葬是对于死者的不尊重,没有很好的保留其遗体,而且这一堆人烧在一起也是很混乱的,根本算不上入土为安,反而还是普世荒野,除了焚烧以外最常用的自然土葬,大多数都是, 但是并清理完战场之后,将所有死去的士兵运输到一起,然后再挖一个规模巨大的土坑,将这些死亡的士兵扔入土坑之中掩埋,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常规的,同时也符合古人入土为安的理念,相比于火葬来说,可能会有些麻烦,还耗费一定的人力和时间。 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对双方士兵为国捐躯的一种尊重,可要是说让家属来认领尸首,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怎么可能有时间将这些尸体一一保存好,最后归还给家属,所以影视剧中那些马格果尸的情况并不现实,除非是有关机的将领,还有这样的待遇,如若是普通的士兵,那大多都是衣冠种,土葬的方式可不止这一种,还有另一种比较残忍的方式, 那就是将敌方的士兵生生活埋,古代也叫坑杀,就比如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的将领白起就曾坑杀四十万赵军,这一战直接让赵国丧失了大部分的精锐,同时也失去了诸侯争霸的实力,被迫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除此之外,白起还利用水域的优势淹没敌军,拒不完全统计,他平生所杀的人数可能超过百万,所以世人也称他为杀神,话说回来,这种坑杀的方式并不常见, 一来是很容易引起敌军士兵的暴动,他们可能会拼尽全力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这势必会给自身造成一定的损失,二来就是,这些被俘获的士兵应该按照俘虏来处理。 如果以这种残忍的方式将其杀害的话,不仅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同时也会遭到其他势力的抵制,甚至是报复,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何不将其收编为己所用,这不比坑杀要好得多, 这最后一种方式既残忍又恶心,那就是以敌方的士兵为使,甚至可能包括几方的士兵的尸体,可能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简直就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而且从道德层面来看。 这势必会遭到世人的谴责和谩骂,想来也不会有人愚蠢到这种程度,而且对于统治者来说,要是他们这样做的话,极有可能会失去民心以及将士的支持, 毕竟谁也不想有这样一个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君主,可是在历史上以人为识的事情的确是发生过,就比如前秦时期的皇帝福登福登,他在战略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以吃敌人的尸体来增加几方士兵的士气, 当几方士兵吃完敌军的尸体之后,会让他们有一种为自己的战友和亲人报仇的想法。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很好地提升他们整体的战斗力和斗志,同时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身补给的问题,再就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狱,他本是一届文官,但却被曹操追赠为车旗将军,原因就是他曾带领士兵作战并且解决了补给不足的问题,当时曹操的地盘脑灾荒,粮食供给严重不足, 可此时曹操的军队正处于大战期间,如果没有食物的话,士兵自然就无法存活,更别说打仗了,而且这也会大大削弱军中的士气,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成狱也不得不暗中将已经阵亡士兵的尸体掺杂在食物当中。 以此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后来更是凭借着这样的方式缓解了前线的压力,立下了大功,不得不说,古人这最后一种处理尸体的方式实在是令人作呕,但是这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要么是危及关头,将士们实在是难以维持生存,要么就是极个别将领存在变态心理,要不然正常人谁会以人肉为食? 而从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王朝时期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以及背后黑暗,中国上千年的封建时期经常会发生战乱,很少有和平的时候。 这么多次战争肯定会留下许多的尸体,那么古代的人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遗留在战场的尸体呢?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这些你们不是很了解的事吧? 在战役中取得胜利的那一方会把战败那一方战死的士兵尸体放在鹿的两边盖上土,将土做成一个四棱锥形的形状,以此来炫耀自己所取得的胜利。 这样所形成的土堆却有一个特别风雅的名字叫做金冠。 小编想,大家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肯定会认为它是一个名胜古迹吧? 楚国和晋国曾有过一场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晋国败了,楚庄王称霸,楚国有一位叫做潘党的大臣,在战争结束以后就向楚庄王提了一个建议,说打败敌人以后一定要让子孙知道这份功绩,以此来让他们记住祖先的功绩。 所以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战死杀场士兵的尸体收集起来埋在路边做成金冠呢? 但是楚庄王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还让他的手下将那些晋国士兵的尸体都埋葬了。 这是第一次有相关资料记载金冠这个名词,但是并不代表金冠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据相关资料记载。 金冠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2200多年,当然了,古人之所以会见金冠不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和恐吓敌人,提起金冠就不得不提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件事, 那就是隋阳帝曾经讨伐高沟黎,隋阳帝带着他的几百万士兵去攻打高沟黎,但是却战败了,还损失了许多的士兵,高沟黎就将这些上百万战死杀场的士兵做成了金冠来给中原下马威。 隋阳帝很是生气,后来又两次征讨高沟黎,但是都失败了,一直到唐太宗上位以后,派人和高沟黎进行交谈,才将这座金冠拆除,金冠也分大小,小的里面大约有几千尸首, 大的里面则会上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冠是黄埔松用十万人头所住的。